这里果然有一座玄铁矿 我们养家的机会来了 这是上等的玄铁呀 一定可以卖出个好价钱 那我立刻安排人手来开菜 宣布急着卖出去 老三这里就麻烦你召开一下 我们去府里调配人手 大哥你就放心吧 那这块玄铁我可以留下吗 光想着靠甲智盗魂链开甲了 忘了自己没法提炼狂识了 有了 今次一次啊 以后就要自己洗喽 好了 乖 他怎么总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说话呀 没问题啊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搞不懂搞不懂 诚儿 你总算起来了 诶 这位姑娘是 娘 她是赵承主的亲孙女儿 赵雨昕 别怕 我再给她治病 治病救人是好 毕竟男女有别 要注意分寸 我知道了 娘 这赵姑娘 已经把我当成她丫鬟了 草上吸脸还是我伺候的 不错不错 我们家承儿都会伺候人了 以后娶媳妇不用愁了 娘 小胖 我的终身大事 您就不用操心了 您赶紧让人准备点东西 我都快饿死了 那行 我去给你和赵姑娘 准备点吃的 看来钱家和山贼 还真有估计 才两个眼灵镜 这群山贼还真是疯了 太慢了 本少爷都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你打堂下的 就是他抓了亲老大 你打堂下的 能够解决到钱不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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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来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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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废话真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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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贼 成缸 将他们都款了 算是官府 我去他们的老巢看看 是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情况不容乐观 除了不在城内的 几乎都死光了 估计城内损失更为严重 糟了 王石 孙儿 陈哨 陈哨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们王家 爹娘 季儿 季儿 陈哨 谢谢你能够来救我 从今往后 我王池将真心跟随你 起来吧 以前的事情一笔勾小 以后 你我就是朋友了 玉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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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如此恨心里炎炎而去啊 玉璇 是 他还没有死 只是生命契机收领 进入了假死状态 赵颜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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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根本不值得我在 你 但你杀了我唯一的 爹子 我便要你 生不容死 十年前 你是那个小毒王的师父 连我腊手毒王的弟子 敢杀 就算是天王老 你保不了你 我 腊手毒王 你是那个独入了几座城池 修炼毒公的腊手毒王 赵颜鹏 今天 该是你还债的日后 我会让整个满谷城的人 都逼你陪葬 我和你拼了 少爷 家主让你去议事大厅一趟 好像是城主府的人来了 城主府的人 来做什么 那家者 你看着 陈少来了 爹 赵孩儿前来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城儿 杨家的两位老祖去哪儿了 这 两位老祖的 两位老祖不见了 我把他们 发配到杨府老宅中了 他们受益杨青海 以下犯上 其罪可诛 况且这么些年 他们除了耗费府内资源 有对杨府做出什么贡献吗 更可恶的是 他们不但不反省 还想趁乱谋得家主之位 所作所为 不成处 难以服众 陈少所为 也是我等共同支持的结果 望大长老和家主三思 是 或许你是对的 在家族大事上 应该果决 很多时候 我的确是太过优柔寡断了 才会出现今天这种局面 爷爷 请你相信我 我所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为了杨府好 只有青厨那些害群之马 杨府才能够真正的发展起来 好